曹慈默然坐在酒桌旁 许甲憨声如雷 老头子已经不知所踪 去了别处 黄梁福帝当然要比想象中略大一些 不会真就有这酒铺子这么大点的地方 不过确实已经残破不全 如果不是这位柱子百家中的祖师爷之一 竭力维持 早就与黎珠洞天差不多 彻底失去洞天福帝的后缀资格 三教和柱子百家的圣人们 每天会忙什么呀 十大洞天 三十六小洞天 七十二福帝是怎么来的 宝平州的黎珠洞天破碎之后 难道就只有三十五洞天了吗 实则浩然天下的圣人们 很多需要去开辟疆土 拓展浩然天下的版图 这一点 清明天下的道教圣人不太一样 他们主要还是追求白玉经的高 层层叠叠不断往上 而佛家那座天地 则是求佛法之远 前世今生来世 都要让人活得无疑问 无所值 当然 浩然天下的儒家 除了开辟出崭新的洞天福地 教化苍生 还需要盯着蛮荒天下的妖族 其余两座天下一样没闲着 道家长教陆尘 在浩然天下兴风作浪 落子布局 难道儒家雅圣 就不在清明天下收徒传道了吗 酒铺之内 曹慈哪怕无人聊天 也无酒喝 也依然心境安稳 就那么坐着 很难想象武道中人 会觉得破镜没意思 压镜才好玩 老掌柜回来的时候笑问 曹慈啊 除了武道登顶 这辈子就不想其他什么的了 曹慈一笑 我在想 会想什么呢 老人调侃 那你就不如 我家许甲和那个大理少年喽 曹慈点了点头 最后白衣少年走出酒铺 没有去找下榻于道玄山某处 大姓私宅的府邸 而是静直去往孤峰山脚 到了广场大门附近 小道童和报件汉子 都跟少年打了声招呼 曹慈便停下脚步 跟他们聊了大半天 这才走入镜面 结果到了那边 眉头淬炼本命剑的老剑修 以及腰配法刀的狮刀道姑 一样跟他笑着打招呼 曹慈再次停下 与他们聊了大半天 聊道法 聊剑术 聊天下 曹慈跟人什么都可以聊 这几年一直就是这个样子 而那些个早已功成名就的前辈神仙 无论是隐士高人 还是声势正盛的剑修 甚至会有人大受避疫 甚至会因为一个五到四境的少年 而感到自残行贿 曹慈 中土神州的曹慈 家世平平 祖上世代农耕 甚至算不得什么小富之家 一场战火 世外桃源被移为平地 开始随着难民流民 一起颠沛流离 每天都会有生死离别 然后被一位独自策马走江湖的高大女子看到 收为徒弟 女子当时将她抱在怀中 在风雪夜里 一同骑成骏马 她对不过七八岁的孩子笑道 曹慈 从今往后 你就是我陪碑唯一的弟子了 曹慈慢悠悠穿过 剑气长城以北的城池 一路上有熟人搭讪 就陪他们闲聊 若是无人招呼 也会偶尔停下脚步 仰头看着飘来荡去的纸鸢 高高翘起的屋檐 或是那些贴在门上 黯然无光的彩绘门神 她最后缓缓走上城头 回到那栋老茅屋后边的小茅屋 闲来无事 随手翻了几本书 看了几页就放下 走出茅屋 在走马道足足走了七八里路 才找到那位站在城头上 眺望南方的陈爷爷 白衣少年轻轻跃上城头 一老一小 两两无言 出了铺子 宁瑶问过了贯雀客栈的位置后 就带着陈平安 往桌放渡那个方向走去 结果在客栈所在的小巷子口上 陈平安就遇到了满脸焦急的贵夫人 已经闷闷不乐的金素 看到了安然无恙的陈平安 贵夫人如释重负 没说什么重话 甚至没询问陈平安为何迟迟未归 只是与那位陈平安所说的宁姑娘 打了声招呼 就返回桌放渡口的桂花岛 一大摊子生意 他忙得焦头烂额 加上玉龟宗将是公子那档子 事情很是烦心 金素本来还想着抱怨几句 这个家伙害得自己 给师父责骂的狗血临头 只是当他第一眼看到 那个墨绿长袍的佩奸少女 看着这位神色从容 却锋芒毕露的宁性少女 金素便有些不敢说话 三人没有去小巷客栈 宁瑶听说他们今天要去 逛这道玄山 麋鹿崖在内的景点 就说呀 他也没去看过 一起去就是 金素虽然内心有些坠坠不安 可是不愿自己表现得太过怯懦 便主动开口说话 与那位瞧着不太好相处的宁姑娘闲聊 宁瑶其实没什么傲气 只是懒而已 可如果像金素这样半生不熟的人 问他这儿问他那儿啊 那宁瑶一样会回答 只不过每次回答的十分简略 到最后 金素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跟他打交道了 便开始沉默 气氛有些尴尬 但是内心深处 金素翻江倒海 这位年纪不大的宁姑娘 自称来自建起长城 外人从道玄山进入建起长城 有钱就行 可建起长城的建修想要进入道玄山 听说战功标柄的建仙都难 怪不得金素遐想连篇 事实上他想的没错 宁姑娘的姓氏起了大作用 但是金素只猜对了一半 发生在建起长城的诸多内幕 贵夫人不愿意跟这位得意弟子多说 所以金素只是大略知道先前那场荡气回肠的十三之战 哪怕身边的少女姓宁也只敢将他认为是建起长城宁家的嫡传弟子之一 这趟出行可能是背着家族任务 金素之所以不敢往最夸张的那个真相上去靠 原因很简单 他们身边还有个陈平安 由于宁瑶的出现 麋鹿崖上香楼雷泽台三处风景名盛 金素都逛得束手束脚 不太自在 寡淡无味 金素毕竟是桂花小娘出身 不但修到资质极好 而且生了一副玲珑心肝 所以很多时候会故意拉开距离 让陈平安跟那位不爱言辞的宁姑娘独处 宁瑶跟陈平安在一起啊 往往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陈平安对那些风起云涌的 王朝更迭天下大事 人族兴衰不太感兴趣 其实不懂也不想懂 但是宁瑶说了这些 他便一一的记下放在心上 金素其实有些奇怪 为何那般性情冷淡的姑娘 愿意跟闷葫芦陈平安聊那么多 期间三人与其他游客一起登上雷泽台 突然出现一位手捧金银两色浮沉的老道人 站在台阶上对宁瑶笑 师尊吩咐下来 宁姑娘若是在道玄山有什么需求可以提 哪怕是去姑峰看那三清灵都可以 宁瑶自然而然望向陈平安 陈平安微微摇头 他便摇头说 我们不去姑峰山上 老道人笑了笑 那贫道就不讨扰了 只要有事 宁姑娘随便找一位道人 通知道玄山 宁瑶本来不太想搭话 只是看到陈平安在跟老人抱拳致谢 他这才点了点头说了两个字 好的 金素您难道 蛟龙真君 老道人本来已经要离开雷泽台 作为道玄山的三把手 道法之高深 就连整座南婆娑舟的修饰都如雷贯耳 便是金素心中默念 都可以听得一清二楚 闻身后他笑问 这位姑娘可是有事啊 吓得金素脸色苍白 赶紧摇头 啊 不曾有事 只是晚辈太过仰慕老真君 才忍不住出声 还望老真君恕罪 老道人爽朗一笑 贫道可没那么霸道 而且道玄山的规矩 没有哪条说知乎贫道的道号 就要受罚呀 老道人一闪而逝 金素咽了口口水 这位道玄山上的尚无敬老神仙 是以斩杀南海蛟龙著称于世的道家真君 然后就这么站在自己的眼前 还跟自己聊了天 蛟龙真君的十一镜修为 绝对足以碾压世间绝大部分玉仆镜练骑士 没有人怀疑天君头衔是老道的囊中之物 最后三人在返回贯雀客栈的时候 反而是宁瑶主动聊天 与金素一问一答 后者说的少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